哈喽,国内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Elena 我现在在英国的Blue Nair读Premaster 今天呢,我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读Premaster的一些经验和小心得 有些很多同学会问为什么要读Premaster 当然,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就是有两个要条件,就是说其一就是你的本科成绩没有达到几点要求 然后其二就是说你是换专业了,转专业了 就是说你的本科和硕士读的专业不相关 所以你需要读一个硕语去过渡一下 我是因为我是从文科转到商科去 两个完全不同的就是专业嘛 也会有一些同学问我 就是预科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 我先说一下预科有几门课吧 我现在在读的预科就是有四门课 分别是管理,研究,就是研究方法 学习研究方法,也你学习技巧和交流 然后就是批判性的,批判性思考,批判性写作嘛 这个批判性思维就是以后我们要上证课的时候 会写很多论文嘛 然后他的论文要求都是学术论文 所以我们要有很多那种批判性的想法 去写,用在我们的论文中 所以这些都是为我们的 MASTER做准备的一些课程 相信还有有一些同学会问 就是因为难不难 这个问题我觉得 你得看就是对于是不同的人吧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属于上课的基础嘛 我说实话是难的 甚至我在上第一周和第二周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崩溃的 因为老师讲在课上会有很多的学术 就是专业的词汇 所以我完全不懂什么意思 甭说是英文 就是中文 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崩溃 当然 这种情况嘛 只是对于我这种就是 没有是零基础的 如果你有一些上课的背景 那你完全不用太担心 真的是这样